女星红毯带俩男星出席 会折射出什么精彩名场面 白鹿和赖翼宅子鹿同出席红毯 走路时白鹿就只牵赖翼的手 宅子鹿上前搭话也是不想理睬 使得宅子鹿有些太尴尬 不得不说同是帅哥 白鹿这偏袒待遇有些大啊 张子峰彭玉唱胡仙旭出席红毯 彭玉唱妥妥的大直男 出场一点不顾穿高跟鞋的妹妹 走得很快 还好胡仙旭非常贴心地发现问题 急忙让胡仙旭走慢点 而彭玉唱一脸懵的表情 也是非常搞笑了 更是被网友调侃 怪不得你接不到吻戏 热八和吴磊刘雨宁走红毯 三人同颜色衣服出场就是王炸 两男星直接用胳膊碰住热八 瞬间热八成了霸气女王 果然长得好看怎么都是焦点 谭松韵宋威龙张新成同出席红毯 出场谭松韵就成小公主 两大男神一前一后护航 整理群白也是纷纷身事出手 这简直要被宠上天啊 出场妮妮就像女王一样走在最中间 两男神瞬间呈宝镖 拍照时三人紧垮胳膊 妮妮得意的秒变傲娇小公主